女人故意让你追,才会有这些表现,男人别错失机会 相对于男人对于感情的豁达,女人对于感情总是表现得很矜持 有时候即使是对你有意思,也会表现得很绵甸,让你难辨增加 也正因为这样等到年纪渐早,有些男人才会幅然醒悟 自己当初原来错过了那么多的爱情 1.愿意和你单独相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,一个女人愿意和你单独相处 说明是在给你机会,把你当作是考察对象 如果说她对你没啥意识,那她是绝对不会浪费时间的 女人绝对没意思的情况下,即使你表现得再好,她们也不会在乎 所以说一个女人肯和你单独相处,那你就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 2.主动和你分享心情 对于女人来说,肯主动和你分享心事,意味着把你当作了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而当你成为她信任的人,那她就会慢慢依赖你 这也是感情得以发展的前提 许多男人不懂,结果把女人的倾诉当作耳旁风,白白错失机会 聪明的男人,当你发现女人在对你分享心事的时候 你就该格外注意,并且取得她的信任 让她慢慢地形成对你倾诉的习惯,进而慢慢地爱上你 3.主动联系你 这条非常重要,如果一个女人频繁主动地联系你,那不用怀疑,她绝对是对你有意思的 女人这样的动物,不会在不感兴趣的人生上浪费时间 只有对你有意思才会多找你聊天,这是非常好的信号 不过很多时候女人对于男人是处于好奇,所以男人也不要表现得过于丧感着 做到不卑不亢,别冷落对方就可以 那么慢慢地女人就会习惯联系你,竟然对你产生感情 男人一定要记住,感情永远是联系出来的 当你发现了女人对你的好感,那就一定要珍惜机会 趁热打铁,而不是默默等待 否则很容易错失机会,甚至遗憾一生